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在卸任之后被中国列入了所谓黑名单 对他个人 对他的家庭 还有他的相关事业 做出了一个制裁的行动 所以我相信他非常能够理解 台湾面对威权中国之下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所以他来台湾访问我相信是代表了 对台湾的一个支持跟认同 愿意来支持台湾对中国 强取一个比较坚定的一个立场 那这个所谓来台湾会不会对他选举加分 我想台湾也没那么这个选票了 对他在未来他在党内竞争 甚至未来竞选总统上 有没有太大加分我不了解 但是我相信对于台湾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友谊的提出 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 我们非常欢迎 可以听到其实包含了蓬佩奥 以及规划办公室主导中国政策的测试 余茂春来台 其实两人都是抗中局代表的人物 那么他提到了 其实在蓬佩奥卸任之前 就曾经取消了台美关系 包含了行政部门访美 以及访台相关的政策限制 那其实这个也是有助于台美关系 更上一层了 那这一次蓬佩奥访台预计 可能会跟台积电 以及中光相关的负责人来见面 不过相关的谈论内容是没有公开的 不过也这一次也更具代表性 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台美关系 是不是交情又更深厚